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蓝眼圆王之文 另一端是学者兼纵才的刘波 只是这两段感情都没有修成正果 前任老少女感情一直空窗 在2019年的情人节 许晴在微博更新一组图 还说自己会与美食约会 但看她的动态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加上另一位帅大叔的微博就不一样了 帅大叔的名字叫王可然 是一家影视公司的高层 情人急着 前她也更新了微博 还配了三张图 第三张图片中 只露出一个人的半个身子 很明显是女性 拥有火眼晶晶的网友发现 这个裤子在许晴的微博也出现了 就在她情人节当兼配的途中 难不成两人真有情况了 王可然和许晴是多年的好友 他经常在微博转发许晴的美照 王可然所在的影视公司 就投资了许晴主演的《如梦之梦》 这次 如果王可然也大大方方的贴出许晴的照片 而不是如此隐晦的表达 也不至于让让人浮想连篇 就在媒体与王可然求正恋情真假时 他自己就发文称 自己和许晴绝无恋爱关系 只是两人这么多年 已经像亲人一样相处 许晴面对这样的传闻则非常淡定 最近get back back back的许晴 沉迷更新无法自拔 他在back中分享日常 其中最受欢迎的主题就是美食 已经50岁的许晴身材和状态依旧叫少女 活泼又可爱 不要诧异 活泼可爱这样的字眼用在年过爸爸的许晴身上 一点也不违和 她吃东西是大方不粗鲁 看得出 她对美食是真心喜欢的 小八只想知道 为什么她吃就不长胖 我们吃一点就胖 女明星果然不是简单的物种 现在的许晴有新的乐趣 爱动物 爱生活 她呈现在大众眼前的 是一个生动 鲜活 充实的自己 这么久了 没有爱情的她 依旧生活的很滋满 从小就被捧着长大的许晴一直生活的很任性 相信在伴侣的这件事上 她也不愿意将就 希望她能继续做自己 做娱乐圈里赌一屋二的女明星 感谢观看